金乌珠发现陆安州有水门 万分高兴 决定要三打陆安州 从水门杀进去 他回到营潭 调来两个都督 一个叫乌锅龙 另一个叫乌锅虎 叫这两个人亲自不战 带二百名水兵 换上水师衣靠 带着铁具 跳下护城河 游到水门前 抓住铁栏杆 用铁具 刚拉几下 里边听见了 宝金兵要供水门 马上送兵过来 手拿扎青扑扑扑扑 这边宽愁得看 里边在水里不得劲 立刻 水里泛起了雪花 有一个金兵不含糊 咔登 把铁条拉断一根 往旁边一掰脑袋 刚往里一伸 宋兵咔嚓 一刀把脑袋削掉了 就这么 整折腾一个时辰 两个小时 也没攻进去 乌锅龙他们一看 快快快 都撤出来 来了大仗 四殿下 我等无能 水门攻不进去 又伤了不少的水族 你们太犯痛了 就这么地方 打不进去 好 我亲自打水门 哈密赤说 慢着 您别着急 您要打水门 准能打进去 不过 这么打不及 那一等天时 我告诉你 哪天行 你再下水 怎么 还得看日子 哎 那当然了 还得选日子 你等着吧 就这么 暂时 歇兵 外边些兵 有的是吃喝 城里受不了 守了一个半月了 老百姓啊 没吃点 穷苦人 十家 有六家 断去 吹烟 为了守城 城里的房子 花了不少 砖瓦 木料 运到城头 为了抗 鸡 金兵 军中 没粮食了 三顿饭 变两顿饭 两顿饭 变一顿饭 怎么一顿饭呢 这一天呢 两头撑着点 给第二天 带点份 路灯可急坏了 哎呀 朝廷为什么 还不发救兵 要这么 不行啊 出去 打一让 就这么路灯 带人 开个城门 和金乌珠 开兵建仗 这一仗 路灯 打败了 黑风高等 两名都督 等金乌珠 一上阵 这一斧子 螳螂 就把路灯的 大枪 给崩飞了 路灯一看 金乌珠 永不可挡 急忙 带人 败回城池 城门 封闭 吊桥 高桥 只可再守 城池 路灯明白啊 别打了 就这么样了 不过 你想进了 也不容易 满不过将来 我们这帮人 饿死 你进城 要不是这么的 你们进不来 陆关州 可惜呀 天有不测 风云 第二天 下起来 瓢泼的海 一个雷 一个闪 只下得 勾满 豪平 这场雨 下了 无天无休 哈密赤 怎么一看 啊哈 苍天 中 我成功了 郎主啊 陆安州 破手可得 怎么 今天日子好啊 嗯 你是不知道 下这几天雨 城里头 大锅里和缸里 放的蜡汁 全都得泡光了 火也灭了 没有蜡汁 咱还怕啥呀 怎么办 我带人开始攻城 把城上人 累得历尽金坯 就顾不得水门了 然后您 再从水门 杀进城里 嘿嘿 陆安州不就得到 闹上了吗 嗯 好 第二天 丁伍珠 调及所有人马 开始攻城 咱们公 不架云梯 怕伤人 就站在 护城河的对岸 往城头射箭 射火箭 那个年头的火箭 特别简单 就把箭头去掉 包上硫磺 燕箱球 把他引着了 射到城上 宋兵既得灭火 又得往下 关机 就这么大了 两天两宿啊 陆安州的将士 兵不住了 金军啊 人家轮班攻城 这一三千上去 那行睡觉 然后把他们换下来 再上一波 生龙火虎一样 另外粮草兵器也足啊 城里边守了两个月了 一会儿军兵爆 滚木没了 爆 灰瓶子没了 哎呀 雕灵剑不够了 路灯急的 怎么办 军兵 小宇城中父老 国破家也亡 有国才有家 望他们 都到城上 帮助守城 拆毁民房 把砖瓦木料 运上来 哎呦 拆不少了 还得拆 城中老百姓知道 路的人 舍家卫国 浴血奋战 我们有什么说的 金兵要是进城 烧杀强掠 无所不为 我们好得了吗 任何守城战死 不死在敌人的铁梯之下 不用告诉马 呼噜呼噜呼噜 上来好几百名 年轻的老百姓 帮助守城 到最后 连老人都上来了 吃饭也困难呢 城里原来有五千兵 经过这两个多月 现在不到三千人了 不能混岗 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女子 帮着给做点什么 送到城上 路灯万分感激 他知道 城关乡的老百姓 搬到城里 露宿街头 没什么东西 他得拿出吃地 给我们 我们要守不住城 怎么能对得起 城里的老百姓 到第三天 路灯也没回家呀 战袍啊 烧了好几个窟窿 那还不说 三天没合眼 一天一宿没吃饭 就觉得头晕目悬 两眼布满了喜思 勉强守抚女儿强 在这 喘息一阵 惊动了副将 副将说 将军 您歇歇吧 好几天没合眼了 老夫人少夫人 都垫着你 派人送了好几回信 您回家瞧瞧 吃点东西 然后再来 还不行 你看 金兵正在攻城 我走了 我不放心呢 不要紧 要我们看 好几天了 他们不像真攻城 是不是 有什么记忆谋 嗯 我也那么想的 他们想干什么呢 是不是 车轮战术 想把我们城里人 饿死 困死 也许 那您先歇一歇 我们在这盯着 呃 陆登响 我得回去看看我娘 哎 好吧 我回去 换身衣服 喝点水 吃点东西 随后就到 你们可守住了 听众友 您快走吧 就这么 陆登来到了城墙下 抓江上马 垂奔 府衙 这府衙 后宅就是他的家 这一路上 往街上这么一看 哎 太可怜 只见 房檐下 躺着无数的老百姓 要饭的一堆一堆的 一个个衣服蓝绿 回头又往城上瞧了瞧 守城的君族 一个个面黄鸡兽 衣不折体 还在呢 守着官城 哎 朝廷再不发救兵 恐怕三天都守不住 哎呀 这可怎么办 思想想 来到府门 下了马 老家人 接过江上 哎呀 老爷 你回来了 快看看老夫人 少夫人吧 都急死了 哎 他赶紧奔后宅 去见他的母亲 推门一看 老太太 跪那块正烧香磕头呢 嘟嘟囊囊的 抱着他儿子呢 娘 老人一回头 啊 灯儿啊 哎哟 你可回来了 快 叫娘看看 哎呀 瘦多了 衣服也破了 怎么不晃晃呢 娘好几宿都睡不着觉啊 我一闭眼睛 就做噩梦 哎 过来 娘 您别担心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孩子啊 朝廷发妹发来兵啊 哎 哎 我就知道 皇上啊 光在公院里降服了 根本不知道你们 边关将士的击苦 城池 守不住啊 孩子 娘 担心啊 娘 您甭担心 我都这么大了 城池一旦失守 你 怎么办 我是朝廷命官 当然与城池 共存亡 你 娘 我担心的是 你老人家 弱大年纪 哎 跟我受苦了 我一边守城 哎 练着您的 我生怕你着急上火 再生病啊 孩子啊 不用惦记妈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人都说呀 秦始皇那个年头啊 活到六十岁 不死就活埋 我那六十啊 差不多少了 我有什么用 哎 还给你添累赘 担心的是 我那孙子 文龙 哎 可得 把他照顾好啊 我不放心啊 娘 我知道了 原来我想 把您送出城 安顿个地方 你就是不走 哎 你在这儿 我能走吗 儿是娘的 灵心肉 儿啊 你别惦记我 事已至此 妈不后悔 咱一家子 活活在一起 死死在一起 去吧 守城去吧 啊 娘 我怎么能不惦记你 不用 一心不可二用 有忠 不能有效 有效 不能有忠 娘啊 是明白人 去吧 啊 哎 娘 那 我走了 鹿灯鹿子敬 刚要走 哎 灯儿 啊 娘 你还有什么事 过来 让你好好看看 儿啊 可小心啊 刀枪无眼 嗯 没别的事 我走了 哎 走吧 鹿灯鹿子敬 刚走两步 哎 灯儿 鹿灯赶紧回来 娘 您还有什么事 哎 也没啥事 可就是舍不得你走 娘 一会儿要是不打了 我回您这屋子 陪您在这 哎哎哎 不用 用不着陪我 去吧去吧 我走了 他往前 刚走几步 他 走吧 路灯这才直问自己 妻子的房内 老夫人往着一坐心里 琢磨 我儿子垫着我 你说他关锋垫着我了 要是守不住城 怎么办呢 我呀 可别叫儿子操心 哎 城池守不住 我是我儿子累赘 我就是活着 也没什么用 算了 我先走一步 丫鬟进来了 老夫人 还有事吗 呃 怎么办 给我做碗面 啊 呃 大师傅都睡了 你给做 做碗给我送来 哎 丫鬟出去了 老夫人讲门 嘎嘞 插死了 哎 灯儿 娘 可要走了 灯儿啊 你要好好保护我的孙子 将来呀 给我烧上两张纸 娘就高兴了 老夫人一转身 一头碰在桌上 鲜血流了下来 如果这只抢救 还可以救活 没人知道 一会儿 绝气身亡 回头再说路灯路子进 来到妻子的房内 妻子谢氏 还没有休息 旁边是如母 张氏 抱着陆文龙 陆文龙才三岁 陆灯一进来 这陆文龙乐了 哎呀张着两个小胖手啊 望着爹怀里扑 爹爹 抱抱抱抱 哎 爹抱抱 想爹不 想爹 胖胳膊一摟陆灯的脖子 用脸贴在陆灯的脸上 陆灯的泪水啊 在眼圈直转 心想而扰 哎 马上城池失手 金乌珠能饶了我的后代 这孩子没命 你什么都不知道 儒母挺明白事 看人家夫妻俩都在这转身 出去了 谢氏说 将军 快坐下吧 文龙啊 你爹挺累的 快快快 过来过来 把孩子接过 城池能否守住 夫人 我跟你说实话吗 这座城保不住 要吃的 没吃的 要喝的 没喝的 兵器全都完了 先打造都来不及了 现在守了两个多月 这就是我换第二个人 早就被公开了 哎 那么一旦城池失手 将军你怎么办呢 我与城池共存亡 你身为国家命官 终则尽力 我担心的是 你年纪轻轻 一旦金兵进城 你怎么办呢 谢氏听这话 撩一味道 夫君啊 我明白了 你我成亲以来 举案其美 相敬如宾 既然你能够为国尽忠 为妻 愿以尽节 这时咱的儿子文龙 年纪又小 何人照料 这是你我一点不学 是陆家的江天后代呀 你得想个办法呀 啊 金屋猪恨死我了 如果杀进城来 能饶了咱的孩子吗 必得斩草出根 我托付给谁呀 就在这儿 如母张氏 来到屋内 撩一归岛 老爷 夫人 你们说的话 我听见了 我是女流 不能够到江场杀敌 愿意为老爷夫人分忧 请把小少爷交给我 我一定当成自己的骨肉 将他抚养 长大成人 将来认祖归宗 啊 哎呀 张氏不通 谢氏和陆灯都跪起来 哎呀 我的好妹妹 真要能这样 我们夫妻总死 也感激你的大恩 大德 哎呦 快起来 陆灯说 要走 你快点走 谢氏给孩子 包了几件衣服 盖了五十两银子 张氏 背在身上 抱了小少爷 转身走了 就在这儿 丫鬟跑去了 老爷啊 快到后边看看去吧 老夫人 当当当当当 陆灯夫妻 跟着丫鬟 急忙到家后院 推开老夫人房门 这么一看 啊 陆灯一看母亲 失衡当场 如同万把 当刀扎心 把抓柔肠一样 娘 娘 啊 com 啊 你们 糖 糖 哈哈哈哈